盖子打开 盖子打开 然后水倒进去 倒瓶了 倒瓶 然后手摸一下看有没有看完 给摩刷一要瓶就行了 水倒瓶 然后再调温度 电源 启动 水温40度 水温 调反重 用手试一下 就是说 热一点就行了 不要很烫的就行了 撕掉的这一面朝上了 所以连贴重面 重面贴到这个 撕掉保护膜的这一面 水温 这里用手抹平 均匀,均匀全部排干 1.8秒 還在這地方 真空滿0.08一下就行了 這個位置 128秒 107秒 201分 2,2,4 4,2,2 4,2,4 4,4,4 5,4,5,5,4 5,4,5,4,5,5,4,5,4,5,4,5 1,2,1,2,1 1,2,3,2,3 2,3,4,5 1.2 2.3 6.4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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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8.4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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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8.4 关掉空气 阿们 哪怕这儿呢 对 几个带来控制吗 不怕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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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哪 贴到的中间的过位就去哪 哪都呢 盖上 这里 洗板 另外呢 再把这个温度 烘箱的温度开启 一手摸一下 底部是不是 已经很干净 不干净自己清洗完就好了 这样就可以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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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那个脆干了 然后 放个烘香 烘干 一定要烘得很干 这个要烘干的 对 实际上这个板子烘干就行了 就是看那个板子烘干就行了 对 干了就行 多烘一下 少烘一下没关系 反正干了就行了 烘个十多分钟就可以了 板子烘干就行了 嗯 烘干干 上面没有水了什么的 像干燥的这样就行了 可以了 然后再曝光了 再继续曝光 二次曝光一下 对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